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金牌资讯频道,今天同大家分享的是 美国四周宣布更严格堕胎禁令 在过去的一周里,美国有四个周针对堕胎制定了更严格的限制法令 其中两个周出台,禁止为怀孕15周后胎儿堕胎的禁令 1.肯塔基州堕胎服务提供者起诉新法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肯塔基州仅有的两家提供堕胎服务的诊所 计划生育诊所、Planned Parenthood和EMW妇女外科中心 EMW Women's Surgical Center 正分别提起诉讼,要求阻止该州一项新的堕胎法 称这事实上等于在肯塔基州完全禁止堕胎 该法律禁止了大多数怀孕15周后的堕胎 限制利用药物流产,并针对该州未成年人堕胎 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原告便称,他们无法遵守新法律 并称肯塔基州尚未建立一个能够满足其报告自己要求的系统 代表EMW妇女外科中心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及其在肯塔基州的分部 在诉讼中说,该法案在对不遵守规定的行为实施惩罚的同时 却没有提供立即遵守规定的途径 这是武断和违宪的 公平地说,必须给原告时间来遵守这些在堕胎护理领域进行的全面修改 他们还表示,根据新的法令 除非法院干预,患者现在将无法再在肯塔基州堕胎 从而被迫寻求到肯塔基州以外的其他州堕胎 上周三,4月13日 由共和党控制的肯塔基州立法机构 推翻了民主党州长安迪·贝希尔 安迪·布希尔对该法案的否决 使该法案与本州生效 此前,贝希尔州长曾表示 该法案很可能违宪 他指出,该法案没有将因为强奸和乱伦导致的怀孕 列为例外情况 并认为,执行该法案将花费该州大约100万美元 2.佛罗里达州州长签署15周堕胎禁令法案 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desontes 在上周四,4月14日签署了一项法案 禁止孕妇在怀孕15周后堕胎 但该禁令不包括因强奸、乱伦或贩卖人口导致怀孕的情况 此外,该法案还允许在发现怀孕 构成了严重健康风险或胎儿致命畸形的情况下 如果有两名医生的书面确诊,则可以获得豁免 该禁令将于7月1日生效 3.奥克拉荷马州长签署近乎全面禁止堕胎的禁令 上周二,4月12日,俄克拉荷马州共和党州长凯文斯蒂特·凯文斯蒂特签署了一项法案 使堕胎在该州成为非法行为 只有在紧急医疗情况下 才可获得例外豁免 如果没有任何法律挑战的话 该法律将于今年夏天生效 该州参议院第612号法案 已在去年获得州参议院的通过 并在本月早些时候,获得州众议院的通过 该法案规定,实施堕胎或试图实施堕胎均为重罪 可被处以最高10万美元的罚款 或最高10年的州监狱监禁,或两者并罚 4.田纳西州众议院,通过了一项限制药物堕胎的法案 田纳西州的,由共和党人主导的众议院 在上周四通过了一项法案 该法案,将只允许医生提供用于堕胎的药物 并禁止通过邮件发送堕胎药物 该州众议院第2416号法案规定 将对违法者,进行刑事处罚和追究民事责任 这些处罚和民事责任,不适用于接受所提供堕胎药物的患者 新的法律,还要求医生在提供堕胎药物之前 必须亲自对病人进行检查,并安排病人的随访 该法案在上周四以68票对20票在州众议院获得通过 现在,该法案将被提交给共和党议员占据多数的州 参议院进行审议 今天的节目,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